经验之美 与众不同 我家有明星 他是著名魔术师刘谦的魔术部门 春晚上的那魔术就是刘谦把 李云迪 李云迪给变 他和世界著名魔术大师 大卫科伯菲尔是好朋友 你当着大卫科伯菲尔的面 变了一个魔术 让他本人也觉得非常的震惊 变一下吧 对啊 让我们再次震惊一下好吧 好 他究竟变了什么魔术 让著名词作家严肃 熟识至终都没琢磨明白 他怎么生起来的呢 真神奇这个 他又使了怎样奇幻的手法 顶包胡尔茶 惊出一身冷 有没有看到 是包老师拿标吧 因此你特别兴奋的 有没有 有 有 不是我现在没看到 我拿着它干嘛呀 这事啦 来老师认命吧 他就是著名台湾魔术师 简明轩 六个面完全一模一样 哇 怎么可能 我一点不加说 我现在一身的鸡皮疙瘩 这鬼有问题 你这是打我 我怎么教的 即使是脱 也没办法完成的模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在这个魔法之夜 让我们一起走进 剑城轩的魔法世界 我家有明星 正在播出 现场还要电视机前的观众 回到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所见 北京电视台唯一频道 关注我家有明星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国著名的词作家 严肃老师 著名的相声演员 李伟健 著名音乐人 包胡二茶 著名青年演员 宋宁 著名歌手 王菲菲 来 掌声欢迎 我家明星 亮相 有请 欢迎简明轩 哈喽 两位主持人好 杜力团 各位老师好 简明轩 是来自台湾的明星魔术师 师承华人幻术大师贾克里 曾多次参加国内外 大型晚会的魔术表演 并担任魔术设计顾问 其中包括2013年央视春晚 刘谦的魔术节目 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就是魔术顾问 魔术顾问 对 就是也许像大卫科博菲尔 对 杨明有一群顾问团 就是邀请世界各地 可能他觉得很有idea 或是特别有魔术概念的人 来陪他一起设计魔术 因为你知道人不是万能的 不可能有一个魔术师 可以创造那么多新的魔术 大家最了解的可能是 2012年的中央体验时台的 春节联欢晚会 这刘谦变的那个魔术 他是幕后的策划者之一 刘谦吧 李云迪 李云迪一个变 没有 这个魔术策划的过程当中 总共有多少个顾问 其实我们这个团队 大概有六七个人 老实说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顾问团都是有签跟央视 还有跟刘谦有签保密条 所以对 细节内容我不能透露太多 但是我们那个顾问团 大概有六七个人 这个就是和刘谦在一起 大卫科博菲尔 世界最著名的魔术师 好朋友 两个人经常在一起 交流这个变魔术 好到什么程度 其实这个故事要从最一开始开始讲 在我小时候幼稚园的时候 在台湾 过春节的时候 电视节目会播 大卫科博菲尔的电视特辑 那那个时候 我小时候还看魔术 就一定会看 结果发现 有一天 他正在把自己的身体 切一半的时候 我妈妈忽然把电视切掉 关掉了 对 关掉了 他就说这个太血腥了 你们小孩子不要看 然后我就急哭了 然后因为那一集 我才发现原来我 血液里面从那一刻起 已经注入了一股 想要疯狂学魔术 想要了解魔术秘密 想要知道怎么样 可以上台表演魔术的 那个音质在 然后后来长大以后 开始学魔术嘛 然后梦想实现是在2010年 我第一次到拉斯维加斯 去看他的秀 然后拜访他 因为他的顾问团团里面 有一位是我的好朋友 然后就介绍我到后台 跟他认识 然后我变了一个 很特别的魔术给他看 然后他很喜欢 然后我们也彼此交流了一下 也让我们请请再现一下 也让我们再次震惊一下 好吧 好 来 正前有请 好的 在变这个魔术之前呢 我需要跟现场观众朋友 借你们随身 每天出门一定 不是一定 有可能会带的东西 戒指 我现在请你们 把手上有戴戒指的观众 把双手举起来 让我看一下你的 美丽的双手 好 可以 大姐可以麻烦你借我这颗吗 来 放到杯子里 好 第一颗戒指 第二颗在这里 第二颗在这里 我们跟现场观众看一下 这颗 这颗不错 漂亮 还有吗 漂亮 漂亮 这颗 旁边都没有了 好 三颗够了 好 三美观众的戒指 音乐 谢谢 好了 大家一定都知道 戒指从来不只是人们身上的饰品 古时候 它可能是家族的信物 也可能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而更重要的 它代表了 人跟人之间 承诺 还有很特殊的情感 有的时候呢 它代表的是 坚定的友情 有时候它代表的是 忠贞的爱情 婚姻 而更重要的 人世间最难得可贵的 亲情 三美观众的戒指 我一直相信 魔术表演 除了带来惊奇跟欢乐之外 最重要的 是要把纯粹的魔术效果 还有真挚情感的交流 传达给台下每一个人 感动他们 今天的表演 用到三美观众的戒指 希望大家会喜欢 第一美 第二美 第三美 三美观众的戒指 仔细看 仔细看 大家都看得到吧 仔细看 三美观众的戒指 三美观众带来的戒指 串联在一起 当然这个时候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让现场观众 尤其是戒指的主人 看清楚 来 大姐 你的戒指是哪一颗 这颗 串联在上面对吗 对对对对 掌声鼓励 这边是不是有一位 你的 来 亲口告诉大家 戒指是不是串联在上面 是吧 串联在一起 掌声鼓励 我记得黑色 这颗是你的 是不是串联在上面 拉拉看 谢谢大家 好的 三美戒指串联在一起 就像看这个魔术的时候 你我的心 也相连在一起一样 但是接下来 是这个魔术 我最喜欢的部分 仔细看 还有两枚 仔细看 仔细看 谢谢大家 三美观众的戒指 那你的是黑色的 然后 你的 来 哪一颗 好 最后一颗 我们这位穿着非常时髦 而且美丽大方的 大姐 谢谢 好 现在非常重要 这三位观众 请你把你的戒指 拿给身边的朋友看看 他们还是不是 完整无缺 三枚坚硬的固体戒指 金属戒指 检查一下 是吗 是的话 通常都有如雷的掌声 还有尖叫 不敢相信 这个 他们肯定 因为都是观众嘛 我都在想 不是托吧 怎么会这么神奇 你来自哪 来自北京 你是不是托 不是 你大大声 不是托 现场观众 人家说了不是托 现场观众 我在拉斯维加斯的时候 我去看过 那个大卫科普菲尔的 这个变魔术 我弟弟 你坐在我旁边 是吗 可以啊 那场就是 他把人就给变没了 那个我觉得 都挺神奇 你就 他就 奇妙就在于 你破解不了 就刚才你那个戒指一样 我也在 刚才跟飞飞说 我说 会是托吗 他不可能啊 那怎么就戒指能穿在一起呢 那你要是穿在一起的话 你说这三个也算挺有缘分的 他戒指 这个 就穿在一起了 严肃老爷子呢 这个 自从这个暑期 神奇宝贝 和神奇魔香之后 我再一次看到神奇 这个简明轩先生 我知道 因为台湾 很有名的魔术师 谢谢 我很知道他 你想戒指 他不像别的 嗯 那个九连环 几连环啊 他那个环本身有 有按扣 按门 他有环 他有这个血口 他一碰 他能碰上 戒指是个 完整体的 嗯 他怎么能够 他就套上了 他怎么 而且不用手 他怎么 他又 他又 把他开一开 神奇 神奇 从现在开始 严肃老师 就不停地在琢磨 这几个小环 他是怎么 他在一块儿呢 魔术吸引人的地方 就在这里 大卫科波菲尔 是大腕 巨腕 所以说您跟那个 大卫科波菲尔 在一起的时候 你辨定魔术 说他也特别喜欢 对 他有说 咱们俩这么好的朋友 交交我的了 不能说交了 因为他是 拜托他是大卫 所以我们就分享嘛 分享了一下 你分享给他 他有分享给你 什么魔术吗 我分享你把飞机变美 这个其实我们圈内 不太会在乎 真的在乎说 我想要知道你的秘密 或什么什么 只不过他当时 很欣赏我 一些很独创的idea 比如说戒指 在杯子里面 自己会短 对 比如说为什么我的分开 会特别地干净 特别神奇 然后我们就做了分享这样 因为他以前 也有变过类似的魔术 可是他没有办法 做到这样的干净 所以我们就讨论一下 接下来给我们带来 一个什么样的魔术 接下来带一个 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魔术 老实说 今天我要变的魔术 都是我自己非常喜欢 或者是对我特别 有意义的魔术 好 那接下来 接下来这个魔术是 接下来这个魔术 是一个感应类的魔术 我不能先讲名字 不然大家就会知道效果了 我们拭目以待就知道了 行 好吧 找一个人给你配合一下 好不好 好 送你了 我愿意 我就知道你愿意 特别荣幸 我需要做些什么 送你老师 我觉得我见到你的感觉 就像你见到 大卫科波菲而已 跟你同台是我荣幸 而且又见面了 美丽大方 永远这么温暖 是我知道 好 今天要配一个 我自己很喜欢的魔术 使用到扑克牌 来当做媒介 一个感应术 好 这样好了 为了增加公平性 我就不要什么抽牌了 好不好 我就在桌上 我不要看 我就这样拨牌 你随便时候就喊停 随便时候 我是看你还是看牌 都可以 你任何时候喊停 那我就看你吧 好 任何时候 在中间的时候就喊停 我不要看 停 这里 确定 把第一张牌拿起来 我要看吗 自己看 先不要给观众朋友看 OK 好 看完以后 把它压在你的胸口 压在你的胸口 这样才确保所有摄影机 还有现场观众都看不到 我忘了 想下来 OK吗 OK了 好 感应的时间到了 很简单 我要试着 从你的眼神里面 读出你的心 可是我心里没有想这张牌啊 不行 你一定要专心想这张牌 好 我试着 你要看着我 你要看着我 好美哦 好 我又捕捉到了 我突然觉得这个魔术真的很好 好了 有点心理感觉 如果我没猜错 没有感应错的话 你的扑克牌 应该是这个形状的 这个魔术 这个阿姨也会憋 原来如此 52张牌都是同一个形状 但是不止这样 我其实在刚才眼神的交流里面 我已经清楚地看到 它的花色 还有点数 现在数到三 公布你的牌是什么 然后我同时把牌翻过来 把我的感应翻过来 好不好 我有点担心 因为我看到他画的了 我稍微有点担心 没关系 你还是说出来 你的牌是什么牌 不用一二三了吗 直接说 我是红桃七 不对啊 我画的是黑桃A 好 我的表演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我一头都看了 我不担心你这个魔术失败 我就担心咱们两个没有心灵感应 来来来 你不要离开桌子那么远 那个简明轩 是 你知道你为什么会画错吗 为什么 因为你真的就是没有读懂他的心 他刚才心 因为你让他看着你嘛 对 看着你的眼睛 他心里想的全是你 他没想那个牌 对啊 就从这一点 你起码应该换个红桃的什么吧 真的 他刚才上场的时候 我还以为他演的 他后来我发现 他真的心里都是你 而且我以为你会在扑克牌里面画一张你自己的像 好 这样好不好 因为红星期跟黑桃A实在差太多了 这样说自己是大卫的朋友实在有点丢脸 对啊 我想个办法补救 这样 把我的变成黑桃A 不可能 你要这个时候再改成红桃期的话 我觉得也很神奇 我在黑桃A的后面 加了52张牌 你的牌就在这整副牌里面 现在你可能听起来有点疑惑 对不对 是 站到这里 好 现在我要做什么呢 仔细看哦 你的牌差不多在整副牌的第十六张的位置 仔细看 看得清楚吗 看得清楚 有一张牌好像突出了一点点 接下来仔细看哦 这个时候应该有如蕾的掌声才对 各位观众 宋宁老师的爱心期掌声鼓励 我一点不下说我现在一身的鸡皮疙瘩 你怎么做到的 送给你做纪念 它是一个平面的画现在 摸摸看 摸摸看 来排你先放下 在大家面前摸摸看 是一个平面的 太神奇了 你简直 送给你做纪念 谢谢你的爱心期 我要 赶紧回去 我要带着满头 给大家也看一看 这就不不我的 别动了 没有 我得看是不是平的 你万一真的是一副牌呢 别拿走啊 真的是平的 是平的 我真的一身的鸡皮疙瘩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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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看一看啊 怎么样 严肃老爷子觉得神奇吧 他怎么生起来的呢 真神奇这个 对啊 他到底是怎么生的呢 他怎么生起来的呢 不就用手搓了搓 他就生起来了吗 哎呀 我们已经决定不给宋宁了 好的 好的 我们一致通过这个决定 老包包花茶觉得怎么样 给我了 觉得这个魔术怎么样 魔术啊 我从现在开始不吃不喝 我鸣思苦想 我到底这是怎么变的呢 琢磨琢磨 接下来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魔术 我们请五位老师一起上海体验 来来来 五位老师一起来着吧 掌声有请五位 来吧 大家都到舞台上来了 好 为什么需要大家都上海呢 其实我不是要催眠每一个人 我只为催眠五位老师的其中一位 是为了掌个儿吗 不是 为了其中一位很特别的人 就是专门为了 难道是我 你现在就被催眠了吗 没有 难道是要改变一位老师的想法 好了 现在我要请五位老师 先暂时先不要聊天 清空你脑子里所有的杂念 好 接下来就是催眠的过程 现在仔细看的这团火焰 专心的看 你们是不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你们其中一位已经被催眠了 我还好啊 姐 好 你们是不会感觉到自己被催眠的 你们有看到里面 袋子里面是什么吗 拼图 里面是1200片的拼图片 昨天到商场里面去买的 为了增加公平性 麻烦五位老师 每个人都要抽一片出来 伟健老师麻烦 你不要看好不好 你头转过去 手可以在里面搅一下 这样蛮帅的 这个角度蛮帅的 这样可以吧 可以 随便搅动以后就抽一片起来 一片就好 握在手里面 自己也先不要看 OK 来 严淑老师 严淑老师好配合呀 直接站过去 你也是 你头也不要看 头也不要看 眼睛不要看 对 脚一脚 我们都是一个师傅 我真的觉得男人的想法好奇怪 你闭上眼睛就完了吗 你脖子差点没舌过去 害你事了吗 没有 你都被催眠了 你还说什么话 不是 有的男人不能被训证 然后闭着眼睛会偷看 先不要看 先不要看 来 菲菲老师 原来都一 一个一个一个 然后握在手心里 好了吗 好 宋宁老师你可以看 没有啦 没有啦 你没有特权 一直不要看 来 随便抽一片起来 好了吗 好了 五位老师 从1200片的拼图里面 一人拿了一片起来 等于是 几乎等于是 1200分之一的几率 凑了一片起来 对吧 是 现在 把你的手 握着拼图的那一片 举在前面 你们刚才都看到了一团火 现在我要请问你 我数到三的时候 当你有感觉到 手里面有特别的能量 或是就像刚才那团火一样 有感觉到热热的 痛痛刺刺的 马上举手 准备 看着我的手 三 二 一 怎么了 包老师怎么了 你 你感觉到吗 举高 我不觉得了 我觉得 你觉得 我觉得 你有什么感觉 你就直接说 我们什么都不 我只是觉得有点痛 好 没关系 其他老师的手先放下 包老师 确实感觉到你手里 有很特别的感觉 是吗 热的感觉 好 老师你先不要动 我们其他四位老师 我们先到这边来 包老师你千万不要动 你现在开始被拔战了 你先不要动 惹事了 我们四个都商量好了 好好好 太惹大事了 好 好 如大家所见 其实舞台上最一开始 你们的右手边 就有一幅 好像画架上面放了一幅画 它是一幅世界名画 甚至可以说是 世界上最有名的一幅画 上面画的是每一个人的女神 它是一幅名画 让我揭开给大家看 它是一个 一千两百片的拼图 名画的拼图 就是 蒙娜丽莎的微笑 如大家所见 一千两百片 里面唯独有一片 就是她最神秘的 蒙娜丽莎的微笑 那一片拼图是 缺块 四位老师 请你把 你手上的 拼图打开 看看有没有人的 拼图是有点像 一个嘴角 或是像一个 美丽的嘴唇 或者是自己要过来 拼拼看也可以 我这个有点像 为什么 我说我这个有点像 为什么 起码颜色是靠的 颜色是肉色的 所以我先试 好吧 好 可以吗 差的有点多 差有点多 我反过来试一下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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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非非的我敢 直接告诉她 作废 谁说的 也许 也许我这个颜色 上去有特别的微笑 你给大家看看 他一黑色的 才不当嘴 不是 现在也很流行 涂黑色的呀 很酷的吗 哇 真的 真的差好多 好像有点 白的也不行 好 好 没关系 那我就逢试了 也是黑的 也是黑的 也就 也就 也就不可能 没关系 我还是 不可能的 不可能 哇 是白的 其实这 这边也是黑的 太低 不能 不在一块 听不进去的 确实不在一块 不在一块 不在一块 好 所以说 1200分之一的几率 实在是太低 太低了 你要抽到 你想要那一片 是太难了 但是我说过 刚才 在那阵火光当中 有一位老师 已经被催眠了 他从1200片的碎片里面 挑出了一片 他感觉到热热的 包老师 请你靠近 你到现在还不知所以然 对吧 把你的手打开 我相信 你会你有很特别的感觉 我手都出汗了 你即将完成这个奇迹 请你靠近 到舞台中央来 慢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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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的拼图 靠上 全世界最神秘的微笑 百分之百密 各位观众 包老师掌声鼓励 到底什么感觉 我真的觉得 他刚才说的时候 我觉得手有点热 我怎么老被催啊 我这儿 我这没醒 我来这儿 我发现来咱们节目里 上次我就被睡着了 我上次起来的时候 我旁边是鸡啊 这次 你这回把别人给骂了 来 韦剑老师觉得 你看我手上都汗 真的很神奇 你看我手上都汗 而且这个 我们真的是上来 就随便 你看都是这么摸的呀 其实这个魔术 是就算你是拖 你也没办法完成的 因为你从头到晚 你没办法控制任何东西 严肃老爷子呢 您觉着怎么样 刚才这 我觉得小姐真的很帅 很帅 这个魔术 变得非常非常的帅 接下来还有一个 更神奇的魔术 呈现给大家 我们找飞飞给你配合一下 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 那个神奇的魔方 好 接下来表演的这个东西呢 不止魔术师 很多科学家 数学家 都公开承认 这是他们的恶梦 这个东西就是 你们都猜到了 你们刚才也听到了 魔方 三乘以三标准的 魔方 这也是我的恶梦 你的恶梦 我从小 喜欢玩过这个 对 但是每次都因为我没有耐心 从来就没对齐过 没有对成一面过 所以飞飞老师 你以前有成功解开过 一个魔方过吗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我看到它真的触 真的啊 那没关系你 那这个你先不要用好了 太危险了 那我再要试试 不是不是 你用小的就好 试玩一下嘛 好不好 来 试试看 小的也是很好转 要不要帮你拿话筒 我给你拿 我来 不用 小的其实 来 我跟你说 你话筒可能要真的 来 我帮你拿好了 你来边说 因为要在镜头面前转 转给大家看 我随便转吗 对 你随便转 是 需要转得越乱越好 对吗 对 随便转 好了 差不多了 你可以随便交给 任何一位老师 严肃老师 您转转 转一转 转一转 对 我拿着这个我就多随 拧着 对 拧一拧 越乱越好哦 行了 就两下就够了 就是这个 这已经够乱了 多完美 在我的基础上更乱了 非常乱 来 韦健老师 这个 我是一个特别愿意添乱的人 我们看出来了 关键是没玩过这么小的猫 对 这个哥的手里的手感很好 而且现在已经很乱了 如大家所见 非常非常乱 对 我相信看到这么乱的人 应该跟我一样背脊都凉了 对吧 我今天就要试着用这个大的 来解开给大家看 菲菲 麻烦你 这个你先帮我保管着 先就握在手里 不要动 我为大家示范 怎么样快速的解磨方 大家给我十秒钟 我需要现场观众跟我一起 倒数十九八七 十秒钟 好 我来指挥大家 如果可以开始你告诉我 好 我先稍微观察一下六面 全场都有啊 一起来倒数 好 预备 三 二 一 开始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完成了 没有啊 什么啊 还是那么乱嘛 什么跟什么 哪里和哪里 我也会转得更热啊 不是 我刚才是要说 做一个很常识的解磨方 我没有说要还原磨方 我解出来的是什么 你一定现在还看不出来 对不对 做什么 做什么 我似乎好像明白一些 刚才这一颗小魔方 经由四个人 四个老师的手 转得非常乱 没错吧 我们来看 一样哦 来 我 来看这一面 我们一起做动作好不好 好 我们一起来 你拿着 一 好神奇 好 往左边转一面 二 二 往左边转一面 三 靠近一点 两个魔方靠近一点 往左边转 四 全 上面 五 翻过来 一百八十度 六 六个面完全一模一 我看到了 继续哥的又一定 怎么可能 怎么转的 老颜子这什么意思 您这看半天 我看你这真是一样了 现在让你看 这是刚才 魔方的魔术 第一阶段 记忆的部分 还有第二阶段 还有第二阶段 把玩家 可以继续睡会儿 还被吹眼 来 注意看 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其实魔方呢 就是我收到的 第一个玩具 我爸爸买给我的 可是我怎么转都解不开 后来就很伤心 直到有一天 我学会了魔术 我今天就要试着 看能否用魔术来解开 还原这个魔方 好 这是一个 六面都非常乱的魔方 对吧 好 现在我还可以 让它更乱一点 非常乱 对吧 非常乱 看得非常清楚 接下来呢 只要在任何时刻 当我数到三 用魔术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天哪 小姐在我们几个人 众目睽睽之下 是 把它给弄成这样 这个不是包括 它一个人被催着了 全体被催眠 全体被催眠 我现在缺氧了 缺氧了 紧张 你不是缺氧 你缺心氧了 太厉害了 我跟你说 它撂起来 那一瞬间落下来 然后完全还原之后 我就呼吸 就基本上没有 就不行了 是吧 对对对 用人工呼吸吗 看到没有 各位 通过这个魔术的表演 我们会发现 几个这个助力团成员之间的关系 真的相当好 相当好 下面呢 我们这个明轩啊 还带来一个魔术 对 让大家呢 是有仇报仇 有怨报怨 解决一下这个 之前那种矛盾的问题 好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好 接下来这个魔术呢 是一个关于预测未来的魔术 等一下 未来的五分钟以内 会发生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 我已经把它写在一张纸条里面 我把它夹在这个铁夹上 已经写好了 对 你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吗 我不确定 这好吧 没有人说得准的 现在我把这个铁夹 挂在这个架子上 让大家都看得到 OK 大家都看得到 就没有人再碰它了 除此之外要做什么呢 这里有一个标准规格的标靶 非标靶 非标靶 我们就交给 对 上在睡梦中的包裹而茶 大家同意吗 大家同意吗 不要怀疑就是你 不是 你还是让我睡觉吧 我更愿意睡觉 好 老师你可能话筒先 来 给我 话都不让说了 现在开始 过得了 过得了 他说话 我们还是要在乎一下你的安全 你就两只手这样拿两边这样 对 这样最安全 OK 等一下 我手上有四只飞镖 有没有人看到 赤包老师拿标靶 因此你特别兴奋了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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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兴奋了 我现在特别兴奋 特别兴奋 你怎么这么久把我送走啊 包会儿茶醒了 包会儿茶 包会儿茶 我倒是劝你啊 这还谁不行啊 这个 你别这么 你别这么拉 你应该怎么拿呢 挡脸 这比较安全 看不见一眼 不是 我现在没什么 我拿着它干嘛呀 我告诉你 你拿着 你拿着被飞镖飞 我就想飞你的鼻子 来吧 不是 这不可能是真的 你说你是那板 你听你听你 不是是我 你说 来 我先说完嘛 兄弟咱俩没啥仇吧 咱们就不叫拉斯维加斯 见过一面吗 对 在我旁边 对不对 因为被飞镖不是我 因为被飞镖不是我 是其他会 这是我做不得主的 来 老师 认命吧 我劝你呢 闭上眼 好 就这样不要动 好 来 好 来 我跟大家说一下 规则是什么 我先示范一下 来 距离差不多在这个位置 距离远吗 你千万别动 然后我数三的时候 我飞就会飞过去 我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邰老师呢 感觉到这个是一个 非常恐怖的魔术 我们不能 我们不能这么残忍 对不对 你不觉得这样实在 太残忍了吗 太残忍了 那要怎么样 把他的眼睛 这个更残忍 我的天啊 老包脸都下红了 他扔的时候 我可以摆一下 他用了 你千万别躲 你千万别动 你别动 就是顺利 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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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 对 差不多 差不多刚才那个距离呢 我们拉圆两倍 这样射比较刺激 好不好 包老师不要害怕 别动 别动 别害怕 你偷着点 你别走那么远 老包真的别动 好 不要动哦 我这辈子我跟你讲 玩过飞镖 每次都脱吧 好 下一个 下一个 好 不是不是 我们先看一下 宋宁老师拿的是红色标 他射到的相对位置是11号 11号 对 然后我们 来 严肃老师 严肃老师 你站到后退 我站远点 我站远点 很远很远 3 2 1 走 好 准 想不到严老师这么远的距离 还可以射这么准 我们看到他射的是镜头拍得到吗 是相对应过来 是14号 黄色的标 黄色标 严老师的射到14号 下一个位 来 飞飞 好 飞飞 飞飞你可以离这个 离得近点 我经常要么射上要么射下 现在我还 飞 好 好的 下下飞飞秀的是 19 不对 16吧 16 飞飞的蓝色标射到的位置 镜头拍得到吧 是16号 这个是7 19 这是16 16 16号 蓝色的是16号 最后一枚飞飞飞 你赶紧站好 包啊 你赶紧站好了 我开始了 我没事了 你先赶紧炸我出去 还要炸死包 你是左手 我们虽然他很靠近红星 但是我们还是要对准他的号码的位置 韦剑老师镜头拍得到吗 相对位置跪过来是12号 绿色的标是12号 我重复一次哦 红色的标11号 黄色标14号 蓝色是16号 绿色是12号 我先说一下 这个魔术是即使现场每一个人都是拖 也没办法完成的 因为每一个人的力道不一样 每一个人的准度不一样 然后这个标靶会不会乱动 我们也不知道 没错吧 包化砂现在是可以拆那个眼罩了吗 可以 现在 你可以放下来了 包化砂 来 我们最关心的现在是这个预言 这个铁夹上 从头到尾就挂在夹子上 上面是一张预测 来 我们标稍微靠近我一点 我们对一下 红色的是11号对吗 我慢慢地打开我的预言 哇 连颜色都有啊 红色11号 没错 黄色14号 14号 在这儿 黄色14号 蓝色16号 绿色12号 是 哇 是 哇 哎呀 即使是脱 也没办法完成的模式 谢谢大家 行了 这确实太神奇了 也再次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来来来 简明轩 在前面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啊 其实还跟我们说过这样的一件事 就是在自己女朋友 这个过生日的时候呢 哎 她为这女朋友啊 特意设计了一个这个魔术 而且就是每年过生日的时候 都会有这不同的小惊喜 哎 很浪漫 对 今天在我们这个节目的现场呢 有一个女孩 也过生日 真的啊 不是她有到现场来吗 哎 在现场 在现场 是哪一位 哪一位 来 哪一位 过生日 啊 这位这位 来来请 生过生日啊 过生日 来来来来 首先祝你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接下来要领取你的生日礼物了 来吧 好 今天你生日 怎么称呼 轩南 轩南 对 你好 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刚才主持人给我出了一个难题 但是 她说要送一个很特别的生日礼物给你 于是我为你量身定做设计的一个魔术 真的吗 谢谢 对 使用到的东西一样 使用扑克牌当做每一届 现在我把扑克牌弹开 好 你可以看到每一张牌都不一样 请你从中间的位置随便挑一张 你喜欢的牌出来 随便 好 来 压出来就好了 OK 漂亮 你选这张 随便选的对吧 对 好 来 在正面 做个记号 签上你的大名 都可以 对 这样我的年份吗 可以啊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薛南 可爱的薛南 今天是生日寿星的薛南 在这张方片九的上面 签上了他的大名 不用说整副牌全世界 甚至全宇宙 只有一张牌 是有他的签名的 没错吧 你的右手借给我 像这样 捏紧 不要动 不要放开 千万不要放开 OK 不要放开哦 可以捏紧 现在我要做什么呢 我要在这副牌的上面 做一个非常特别的记号 就像这样凹脚 这个其实 很少有魔术师会这样做 因为通常魔术师会很爱惜自己的道具 稍微凹脚之后 把这个脚像这样撕下来 你另外一支 你话筒先放下 自己动手把这个脚撕下来 扯下来 对 漂亮 拿给镜头看 好 然后在镜头面前 把这张牌角放到我的舌头上 嘴巴里 不要动 接下来重点是这里 轩然的方块角 仔细看 仔细看 仔细看哦 好 刚才亲手撕下的牌角 现在联合回去了 正面转过来给镜头看一下 谢谢大家 祝你生日快乐 送给你做纪念 谢谢 你也可以在镜头面前 先确认看看 是不是确实粘合上去 有点口水没关系 确实是 是吧 掌声鼓励 祝你生日快乐 大家都觉得它很神奇 而且变魔术呢 就没有瑕疵 但我这人呢 我就是想问问 巧事又开始 这变魔术的时候 难道就没有失误的时候吗 这个问题好尖缀哦 我相信 不是 实话实说嘛 对不对 其实 好老实讲 其实魔术师也是平凡人 其实我们也是每天日以继续练习 希望可以为台下的观众带来最真心最最棒的演出 但是我真的出过一次很大的球 真的吗 出了什么球 你这人这 这什么表情 没有没有 一般我们看到的都是完美无缺的一种表演 他出球你那么高兴 我就想听听他因为什么事出球 然后现场是一个什么情况 什么事什么事 怎么会来的 我真的第一次要跟大家分享 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讲过 快说快说嘛 我在变一个刀片的魔术 刀片 刀片 每一 五六片 七八片 那种非常锋利的刀片 是双面的吗 对双面的 就那种刮胡刀 刮胡的那种刀片 然后那是一个很经典很古典的魔术 然后我就吃了七八片 吻下去 然后吃一团线拉出来的那个魔术 那拉到差不多第三片的时候 那个刀片已经不是金属颜色 是 也不是浅红色 那是 深红色 因为整片都是血 如果浅红色可能代表一点点粗血 但是到第三片的时候 已经整片都是血了 你自己没有感觉吗 我当下没有感觉到痛 因为我在表演的时候 我只想认真的演嘛 演蛮套 对 结果啪 第三片已经是血的时候 我想要糟了 我演砸了 台下观众一定 觉得我很逊之类的 结果拉拉拉拉拉到第四片 还是都是血的时候 台下观众也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掌声叫好 我吓傻了 因为怎么会有一个人在台上 嘴巴满嘴是血 台下的人用力鼓掌啊 那你当时你的表情是 我当下没有任何表情 我只是装得很man很帅 继续把它拉完 然后努力的把它演完 对 因为我不能装作有错嘛 如果装作有错 可能大家就知道说 那表演完了呢 表演完了还是音量像 蹦 然后我就跟主持人示意说 我要先休息一下 分两怕表演 然后赶快去后台 先处理一下我伤口 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明轩 是 你从事这个魔术行业多少年了 2001年到现在13 14年了 13 14年了 对 家里人有没有从事这个职业的 没有 那你刚才有讲啊 对 说你从妈妈关掉你那个电视 到大卫科威尔结身的时候 对 关掉电视 然后在你的学中注入了那种 喜欢魔术的基因 对 那你的魔术喜欢是从现在那个时刻开始 还是有其他原因喜欢上魔术 那个时候电视被切掉 让我很想学魔术 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家是在台湾的中部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魔术是可以学得到的 直到长大以后念大学 认识我的老师 他叫做贾克里 他是一位北京的魔术师 但是后来到台湾来了 对 然后他是台湾第一位变黑魔术 还有鸽子魔术的魔术师 然后他带领我进入魔术的领域里面 然后我就从最基本的学徒做杂工 然后慢慢当助手 学起 那个时候我一个礼拜 我家不是什么有钱的家庭 一个礼拜可能两千块的利用钱 然后可能一到台北就先花一千块掉台币 先拿去买魔术道具 或者是书回家可以研究 然后剩下一千块就省吃减用 可能一天吃一餐 跟大家补及一个概念 新台币和人民币的这个比是一比四 就一块人民币 一千块钱相当于就是两百五十块钱 对 两百五十块钱的人民币 对 就五百块钱 然后会拿二百五十块钱去买魔术道具 剩下的那一部分是维持这个基本的生活 听起来有点苦 但是其实我是非常快乐的 因为你喜欢 我喜欢 所以不觉得苦 我从来没有遇过这么快乐 这么让我开心的事情 对 刚才这么多老师 刚才在评鉴我的魔术的时候呢 我发现有一位老师 刚才好像还没有上台跟我互动过 谁 韦健老师 韦健老师 我其实今天有带来一个很特别的魔术 我感觉他们要开始报复 你知道吗 不会 我们先看看变什么 刚才看完了舞台魔术 我希望回到可以回到近距离魔术 用到你身边随手可得的东西 我注意到你手上有戴一个手表 你方便接下来借给我吗 就是你了 小心 小心 不要摔着了 我希望你爱护他 好 怎么觉得他们两方这一站 那个画面这么像相声 这么像相声 加你加外 好 韦健老师的手表 是 好 这只表 我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我不会弄坏它 对 你最好别弄坏 因为我媳妇给钱不多 你我都不要看时间 由你用右手来转这个时间轴 你随机的转 我先讲 这个魔术是就算你是拖 也不一定有办法完成了 你就随便转 好了 要不要都转几圈 随便 不要啦 这已经很浪费 好 你随机转的时间 对吧 你自己记住 它是几点几分 记住了 记住了吗 嗯 镜头拍得到吗 看得到对吧 嗯 好 右手伸出来 右手 像这样 对 漂亮 做什么呢 表放在你手上 嗯 我要一步一步的完成这个魔术 第一步 我要截取你的记忆 截取我的记忆 截取你的记忆 你刚才自己记了一个时间对吧 对啊 我给大家看了 我自己没看到 我不知道有什么时间 现在我要猜出来 你别把我借你手表那段建议给截 好 你有看清楚那个时间吧 有看清楚 它是在一个整点上吗 稍微过一点 稍微过一点 你的手不要动 不要碰这只手表 请你第一次的告诉大家 好 你记得时间是几点几分 9点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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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看不见他写的什么 他写的什么 9点5分 现在 真的啊 我要请你 在这张 卡片的下面 签上你的名字 嗯 那我怎么签 这样好了 我帮你拿话筒 哎 我用左手啊 做个记号也可以 啊 做个记号也可以 我还真没用左手签 对 脑力均衡一下嘛 这是我看过 用左手签的最漂亮的老师 好 为什么要签上你的大名呢 因为我刚才做的是第一步 嗯 截取你的记忆 第二步我要偷取你的时间 你签名的时间卡 对不对 对 把它拿出来 偷取你的时间怎么做呢 嗯 镜头拍得到吗 我拿一个火机 像这样 烧过你的签名的时候 有任何变化吗 没有 没有 嗯 仔细看哦 偷取你的时间 嗯 当我把火苗 嗯 画过这个时间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仔细看 嗯 刚才用同一支笔 笔记画下来的 笔记 对啊 时针跟分针 已经消失了 我成功偷取了你的时间 这个时候通常你会说一句话 时间去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 被简明轩偷走了 我用你回答 我 时间去哪儿了 问得非常好 时间去哪儿了 换我问你 嗯 你刚才记得你随便转了一个时间 对吗 对啊 时间去哪儿了 你自己把手表拿起来看一下 问自己这句话时间去哪儿了 给镜头看 时间去哪儿了 如果没错 表歪了 表真没了 画卡上的时间 幻想画为现实 你的手表上的指针 也消失了 你赔了这场 我跟你讲 你亏大了 我就说我不玩 我来 对 我玩 我回给我媳妇 打我 我怎么教 这很幸福 韦剑老师一直是我非常敬佩的 老师 没什么好送给你的 就这样吧 我跟你讲韦剑 你要这么安慰自己 这是世界上唯一的 没有指针的 没有指针的一套点 全球尖调 不是 我还是相信他能给我变回来 能吗 我们私底下吧 我们就让这一切美好的ending在这里 好 你这本手表是多少钱 七十多万 七十多是吧 你就弄错了 我们那个明轩那边准备了两块三百块钱的手表 说谁要是配合这游戏配合得好 这手表就送给他 配合得好吗 非常好 非常好 你是不要那块是吧 他十五块的我都要 是吗 三百块钱 这凑合了 凑合了是吧 就这么定了 就要那块了 好 行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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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就这么下去了 全球限量 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看看你 眼睛就晃了 彩虞有 回去我媳妇打我 我怎么交代你 真的没有 真没有指针了 没了 我赔了 我以后不带你 你看助力团的各位 看到李伟贤那块没有了指针的手表 之后大家都表示非常的开心 严肃老爷子 您这看到伟贤的那块手表 没有指针了您怎么那么开心呢 第一个可以做纪念品 记住这个景圈 第二个可以得那三百块的手表 何乐不为啊 替他高兴 我就忘了我刚才应该带手表来啊 哎呀 早知道就带来了 而且我觉得我刚才近距离看了一下李老师用左手签的名 特别像李修追 你看一下 心里的李 一修得修 追求得追 你好 李修追老师 还不忘落井下石 我让你扎我的 我让你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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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行行行行 李渊天还拿着要换三百块钱的手表 得留好 你要不聊好待会儿就没了 所以起码回去换了 这儿还能带 来吧 我们跟明轩再聊聊天 前面变了这么多的魔术了 听说前段时间生病了 去年十月底的时候 我演完一场活动以后 然后回到台湾 忽然之间高烧不退 然后我就生了一场非常重的病 住院住了一个月 肝里面长了一个浓 还好不是肿瘤 他们拿一根这么长的针 然后上麻醉 直接这样捅进去我的肝里面 肝囊肿是吗 对 然后抽进去 抽出来以后是肝的 那就是浓 如果抽出来是湿的 就是肿瘤了 那个就非常严重了 可能要开刀处理或者是什么 那医生有没有说过 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现象 就是因为我太劳累了 太累了 对 因为魔术是我的梦想 我每天就是 魔术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我也就是每天自己记得 就是每天工作练习 然后表演开会 然后有的时候当魔术雇人的时候 每天想 idea 我一天24个小时嘛 如果真正忙起来的话 能够连续多长时间不休息 我最高纪录是 三天吧 三天只 片片段段 零碎的时间加起来 睡四个小时 三天睡四个小时 七三二小时睡 他问题是这四个小时还不是完整的 还是切割 得空睡十分钟 就是抽个空在车上就能睡就睡 我最痛苦的第一个礼拜 我根本没有力气 我连说话力气都没有 然后甚至 我的表妹来看我 她认不出那个躺在床上的人是我 因为我就去那边 然后我掉了十公斤 十公斤就是二十斤 二十斤 对 然后就精神状态一切都不好 对 然后那个时候 别这么卖命啊 那个时候连牌 我最喜欢的牌 最喜欢的魔术都拿不起来 所以有一天 大概三个礼拜后 终于我身体好转了 我可以自己下楼去买个水果池了 可以拿牌起来的时候 我才发现原来魔术 就像我当天第一次看到魔术一样 那么让我开心 那么让我快乐 那么神奇 只不过自己洗牌而已 什么都没做 就是洗牌 觉得哇 我可以做手法了 我可以做魔术了 就已经爱到这种痴狂的程度了 对 对吧 魔术就是你的生命 对他来说是精神上 特别大的一个支柱 对 那有了这个得病的这个经历 现在是不是在生活作息上啊 稍微注意了一些 医生给了你很多建议 对不对 对 我在台湾 我住院的那个医院 还找我去拍了一个公益广告 找我去宣导怎么样作息你的人生 然后我现在的确 现在的作息是怎么样 过得很养生 我每天一定 十二点前一定睡觉 早上八点就 六七点 七八点 其实是六七点就醒了 然后会在赖床 一个小时起来 稍微运动 吃早餐 保证八个小时睡你 我以前也自己错误方式 可能想要减重啊什么 就一天只吃中餐而已 然后我的胆也因此有问题 可是我现在一切都非常好 检查都复检都完全通过 非常健康 然后也正常运动 正常作息 然后我也绝对不半夜工作 不半夜想魔术 简明轩呢 跟我们分享了 他曾经生病的这样一段经历 其实根据他的这一段生活经历呢 他还创作了一个魔术 对 因为有一个 有一个月的时间 可以休假躺在床上嘛 那当然就会静下心来想一下 到底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然后我就因此创作了一段魔术 结合了一段魔术 然后配合我想通的一些事情 因为其实我刚才跟你们说 每天作息要正常 每天要早睡早起什么的 你们听了一定觉得 这个我从小就知道了 这个是废话 但是等到有一天 你躺在病床上一个月 你去上个厕所 其他病房出来散步的都是老人 只有我一个是年轻人的时候 你就知道那种恐怖了 你才知道原来健康那么重要 没有健康你是什么都没有的 对 不要等所有都发生之后才后悔 到那个时候你可能就追悔莫及了 各位还是要听人劝了 保重身体 还是来欣赏一下 你这一段在患病期间创作的魔术 对 它算是一个警示魔术送给大家 好 来 掌声有请 今天呢我就要用这种线轴 来跟大家说一个人生的小故事 大家可以回想看看 在你刚出生的时候 在你人生最开始的那个阶段 你的人生每天是非常快乐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着童年 你有着青春 你有着大好时光 你有着家人给你满满的爱 告诉你 你要勇敢的梦想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 就像一个好大好大的游乐园 让你每天可以自由自在的玩耍 可是直到有一天你长大了 开始求学 出社会找工作 每天当你出门在外 急急盈盈 不知道在追求什么的时候 无形当中 你忘却了你的梦想 随着时间慢慢被压缩 你可能会疏远了你的朋友 甚至更严重的 在重要的节日 你忘却了你的家人 这样的人生 很明显 是支离破碎的 这种经历 确确实实的发生在我的身上 当我躺在病床上的那个月 我才知道 这一切有多么的让我后悔 一切有多么不值得 可是当我发现 我所有的朋友 真心的朋友 都来贪望我 我家人不离不弃的照顾我 当我身体慢慢的好转 我才发现 其实这些人生当中 最重要的东西 从来没有离开我 我才知道 只要当我 回报他们 相同的关心还有爱 珍惜他们 再次相信自己的梦想 让他们再次回到 我的生活中 我才知道 我人生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他们 让我再次可以相信梦想 当你拥有了这些健康 家人 朋友 希望 还有梦想 你的人生就完整了 就像这个线走一样 刚才 吃梨破碎的线 现在 送给大家 谢谢 希望大家 每天都可以 珍惜自己的家人 珍惜自己的朋友 珍惜自己的身体健康 勇敢地追求你的梦想 就是魔术 谢谢 严肃老师 点评一下刚才这个 根据真实经历 自己创作的一段魔术 很多人 如果没有这段讲述 光是变 没什么 对吧 但是加了这段讲述之后 这个 这个 这个丝线 或者这个绳子本身 给他赋予了生命了 而且他讲得很干净 我很佩服你 这个不是 不光是带着真感情的 很动人 真的 完美的外形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完美的表演 所以我就给你一个简单的祝福 希望你有一个完美的未来 谢谢 谢谢 来 帮回他 明圈给我们用这种魔术的艺术形式 给我们带来了快乐 同时 刚才最后一个魔术 又给我们带来一种启示 就是保重身体 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当下的这个生活的都市的人 尤其重要 我今天国庆的时候七天 我利用了七天的时间 利用了一个特殊的方式 做了一个养生 所以我觉得身体特别的重要 所以我也接着你这个魔术的机会 祝所有的人身体健康 保重身体 谢谢帮回他 是真的 我真的看了简明轩你的魔术 我觉得你是一个有情有义 而且充满热情执着的 特别优秀的魔术师 但我觉得你带给我的神奇还不止这些 因为我觉得你最神奇的地方是 当你在变魔术的时候 会让我情不自禁地 很自然地进入到你营造的这个氛围 或者说跟你进入到你 你营造的这个故事当中 心甘情愿地跟着你一起去感受 魔术带给我们的奇幻之理 特别好 谢谢 伟健 可以了吗 伟健 保重身体 别为了一块手表 是吧 别过不去 但都要坚强 接下来我们来问问明轩 对 这个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魔术 也分享了你的这个人生 真实的一些经历 那你的梦想究竟是什么呢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我就是一个平凡人 我从小就是一个很爱做梦的小孩 小时候喜欢当太空人吧 科学家或者是足球员 结果长大以后 我根本什么也不是 因为我没有能力达成 所以我选择当一位魔术师 因为魔术也是我的梦想 我选择当一位魔术师 然后在台上真心的变魔术 然后想要把我喜欢的魔术 那个最纯粹的感动 分享给大家 就只是这样 所以其实今天 透过我家有明星这样的场合 这样的平台 然后变魔术给各位朋友看 其实就已经是我的梦想了 今天来到我们这个 我家有明星的舞台 是第一次登上北京电视台的舞台 没错 北京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喜不喜欢他 看到没有 北京欢迎你 好 今天谢谢简明轩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分享你的魔术 分享你的故事 也谢谢助力团的各位 是 尤其要感谢一下李伟健老师 你现在要来了吧 来来来 感谢一下 感谢一下 谢谢伟健老师 谢谢伟健老师 好 谢谢 谢谢简明轩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有过人的才艺 如果您有动人的故事 如果您也有梦想想要行 好 或许下一个能少 我家有明星 我们下个就是您 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 96168 有梦想送来 我们的梦想助力团 会助您一臂之力 好了 下周五晚上 同一时间 北京电视台唯一频道 我家有明星 我们见 再见 再见 by bwd6 vb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